世界首富马斯克预言2022金融危机 股灾要来了吗 但是呢又怕错过行情 如何逃避股灾呢 股灾来临前有什么征兆呢 大家好我是琳达 第一次收听我视频的点击关注加收藏 好了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来看一个案例 2020年新冠疫情导致全球股市大跌 正如图中所示 道琼斯指数一个月下跌30% 怎么能确定股市开始变得危险呢 来我们看这里 第一个重点的信号就是中阴线 图中我标识的框框的位置都是中阴线 什么叫做中阴线呢 我们来看三种阴线的标准 第一种是小阴线 下跌幅度一般小于1.6% 中阴线的下跌幅度则处于1.6%到3.5%之间 最后大阴线的下跌幅度是大于3.5% 一般来说呢如果要形成中期顶部或者变成长期股灾 最少要在高位出现中阴线的下跌 那么第二个重要的提示呢就是在中阴线出现的前后 有明显的MACD二次死差以及明显的顶背离 我们来实盘演示一下 首先在这个图表里可以明确的看到 在中阴线出现之前 已经明确出现股价创新高 但是下面的MACD两次死差 并且高点下降 这是一个明显的顶背离 为什么叫明显顶背离呢 就是股价上升幅度和MACD高点走的方向完全相反 所以这是一个明显顶背离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的走势就出现了崩盘 而我们刚才对比过在图中所示的这里 也有过一个中阴线 但是在前面没有明确的MACD两次死差 所以没有产生崩盘 而这一次明确的崩盘开始 后面跌的是惨不忍睹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近A股两次股灾的表现 首先是2015年的股灾 我们依然可以看到 在2015年股灾下跌的高点位置 股价依然向上创新高 但下面的MACD明确两次死差 高位明显的顶背离 随后呢 这两个蜡烛都是中阴线 下跌幅度超过2%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有过反弹 但是都是又多 最终呢绵绵的下跌开始 大家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没有 真正的下跌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的结果 接下来呢 我们看第二次的效果 这个呢是2008年的股灾顶部 首先有一个中阴线 再次能够看到有一个非常夸张和明确的二次死差 明显顶背离 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两个配合 中阴线配合MACD二次死差 这个跌幅更加夸张 正所谓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一失足成千古恨呀 所以通过这两个案例 我们能够看到通过中阴线结合MACD二次死差 明显顶背离 我们可以明确的回避真正的股灾下跌 真正的逃离风险让自己的资金更加安全 来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MACD加中阴线逃顶的一个总结 第一高位下跌出现中阴线 当然大阴线也是可以的 第二MACD二次死差明显顶背离 第三建议大家永远不要存有侥幸心理 关于MACD配合中阴线逃顶的方法 你学会了吗 欢迎大家订阅留言评论